画面上是基隆八斗子海之深基地 正在模拟水池里面拯救鲸豚的状况演练 有了这个新的水池 可让受伤的鲸豚有一个安全的疗养空间 有我们台湾总会这边花旗 有我们的独岛汪独岛也特别在规划 我们这一次的捐赠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国际联青社也在海洋生态的过程当中 能够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也能够响应让更多的人 我们来为海洋生态来做这些保护的工作 希望我们能够抛砖引力 能让更多的人来注意 那我们这次也谢谢我们联青社的这些社友的捐赠 那我觉得我也很感动说 所有的前提会友都非常的支持 那整体起来的话 我是觉得说我们所建制的这个水池 并没有花到很多钱 但是它能够发挥很大的一个功效 尤其今天立临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建制完成 我心里满感动 尤其是这个世界百周年活动 那所有的世界所有的我们的总会长都力领到我们台湾来看到 我们付出的这些为社会做的这些活动 我都觉得很感动这样子 这个国际年轻社百年庆的公益活动进行捐赠仪式 当中也播放了之前抢救金屯纪录片 当看到金鱼重新掩放回到海洋的画面 现场来自各国的代表都响起一片感动的掌声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这些国家的国家的国家是支持的 所以我们看看在未来 如果它能够帮助 那些人在海洋上会有更好的生活 在海洋上会有更好的活动 但是它也会依换 在海洋上会有更好的活动 但是它也会依换 在海洋上会有更好的活动 所以我们有最好的成功 谢谢 他说这种救援活动 对国际年轻社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未来 而且对海洋生态 还有环境都会有改进 未来我们要继续朝着外面努力 我们非常对生态环境 还有对金屯得了解救 我们抱着非常有的爱心 所以我们才规划这个活动 国际年轻社很荣幸 在今年迎来100周年在台湾台北举行 特别在基隆选定的来救助金屯的搁浅行动 捐助了一组我们的游泳池 以及绿水抽水的设施 希望未来在下一个100周年 因为科技的进步 能够听到金屯来传述他们的祖先 搁浅的时候受到国际年轻社 Wise man的救助 这样的期待让全世界的国际年轻社一起动起来 在社区社会服务当中 也来帮助我们大自然 帮助我们的海洋 对于国际年轻社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受捐赠的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跟中华金屯协会 都相当感谢来自各界的爱心 一起来关心海洋爱护地球 我们的水池是有使用年限的 那刚好旧的水池其实也发生破损 说实话也有漏水啊 管里面的支撑管有断裂的情况 那势必就会影响到下一次的救援行动 所以这次有一个新的水池进来 的确是帮助非常大 等于是说2020年一直到2022年 就已经有这个十支的金屯来我们这个救援中心 那其实我们收的这个金屯 不是只有基隆搁浅的金屯 而是还有像宜兰 然后像桃园 像台北和新北 透过这个国际性的公益活动 除了凸显金屯救援的重要性 也让世界上看见美丽基隆 在海洋环境上的持续努力 让爱继续传播循环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